第21題 21 22是一個題組 他說小華家與早餐店學校在同一條筆直道路上 有一天早上小華騎腳踏車從家門口出發 先到兩公里外的早餐店買早餐 然後再沿著此條筆直的道路折返 再騎腳踏車到離家三公里外的學校上學 從小華從家門口出發到 開始計時到 學校為計時結束 這段時間的ST圖如圖所示 回答第21題跟22題 其中第21題是問說 從小華從家門口出發 開始計時到小華到學校門口為止 這段時間的運動過程他的VT圖 他的情況是怎麼樣 那我們可以從他給我們的ST圖看到 這一ST圖的直線代表所謂的速度 然後割線是平均 切線是順時 直線越斜代表速度越大 那我們看到這一段過程在到5秒5分鐘的時候 他是一個所謂的等速度運動 而且他的位置是越走 離遠點越近 就是他是負方向的運動 負方向運動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運動方向是負的 所以我們就知道 A選項是錯的 因為他一開始的時候是靜止 珠選項也是錯的 因為他 一開始的時候速度為正 然後接著呢 5到10秒鐘的時候呢 他是為靜止 因為他的ST圖是條水平的線 而且他靜止的 時間 5到10分鐘 跟原來開始走的時間 0到5分鐘 時間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就知道了 C選項是錯的 因為呢 他這裡的 走的時間呢 遠比靜止的時間 來的來的長 所以他是錯的 然後接下來的10到20分鐘的時候呢 我們發現這條直線比較斜 也就是說 他的速度會比較大 也就是最後的速度呢 比原來的速度來的大 因此我們也可以看到 C選項又是錯了 因為在C選項裡面 他一開始的負的速度 比後來正的速度來的大 這是不對的 因為圖上面告訴我 後來的正的速度 應該要比原來負的速度來的大 就像B這邊所畫的是一樣的 因此呢我們可以看得到 這題第21題的答案呢 我們應該的選擇的是B 我們可以從 他們的 靜止的時間跟一開始走的時間要一樣 以及 他後來的運動的速度要比原來運動速度來的快 還有呢他一開始的運動方向呢是負方向 這些情況來看出來 我們答案應該是選擇是B 我們第21題答案選B 其實是B